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lass 从处所或方位词语 一般名词或名词短语加出发 从加处所或方位词语 一般名词或名词短语加出发 从什么什么出发 表示动作的起点或考虑问题的依据 从什么什么出发 表示动作的起点或考虑问题的依据 第一个例句 他们准备从北京出发 步行去拉萨 他们准备从北京出发 步行去拉萨 这里是从加处所或方位词加出发 表示出发的起点 从加处所或方位词加出发 表示出发的起点 从北京出发 表示出发的起点是北京 从北京 从北京出发 表示出发的起点是北京 第二个例句 我们考虑问题 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这里是从加名词短语加出发 表示根据 从加名词短语加出发 表示根据 从实际情况 从实际情况出发 表示根据实际情况 从实际情况出发 表示根据实际情况 第六种固定格式 到加时间或地点加为止 到加时间或地点加为止 到什么什么为止 表示动作或事情发展的终点 第一个例句 到上学期期末为止 他们已经学完三本书了 到上学期期末为止 他们已经学完三本书了 到加时间加为止 到加时间加为止 表示某一时间前 到加时间加为止 表示某一时间前 到上学期期末为止 是表示 在期末之前 期末之前 第二个例句 路标就画到学校 路标就画到学校门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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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加地点加为止 表示某一时 表示某一范围内 到加地点加为止 表示某一范围内 到什么什么为止 到什么什么为止 可以放在主语前做状语 也可以在动词卫语后做补语 在动词卫语 到什么什么为止 可以放在主语前做状语 也可以在动词卫语后做补语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种固定格式 当加动词或动词短语加的时候 当加动词或动词短语加的时候 当什么的时候 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刻 来说明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 在句子中做状语 当什么的时候 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刻 来说明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 在句子中做状语 第一个例句 当警察赶来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当警察赶来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第二个例句 当大家休息的时候 有些人在工作 有些人在工作 当大家休息的时候 有些人在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看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点 当什么的时候 一般用在书面语里 口语说什么的时候 放在主语前做状语 第二点 当什么的时候 一般用在书面语里 口语说什么的时候 口语说什么的时候 不得 而他的省略是什么什么时 一定不能有得 比如说 当警察赶来时候 和警察赶来的时候 一直都是错的 OK class over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了